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Fa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父母有近视会遗传给小孩吗 这名眼科主治医师在脸书粉砖发文表示 若双亲都是近视 父母有近视 子女患上近视的几率高达六倍 加上现代小孩户外活动太少 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多就会造成近视 遗传因素对近视有一定的影响 但环境因素则决定了 近视到底能否得到控制 遗传是近视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父母或其他亲属近视度数较高 那么近视的风险就会增加 研究表明如果双亲都是近视 子女患上近视的几率高达六倍 因为遗传因素影响了眼球的形状和大小 这对度数有直接的影响 当然各种健康问题都不会是单一原因 近视的发生并非只是遗传所决定 环境因素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现代生活中人们长时间注视荧幕 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时间过长 这些近距离用眼的行为会加速近视的发展 此外缺乏户外活动 也是近视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 户外活动能够促进眼球远视 调节眼睛焦距有利于眼睛健康 近视的形成往往是 遗传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结果 即使有遗传倾向 如果有适当的生活和用眼习惯 也可以延缓近视的进展 相反的即使遗传因素较低 如果生活环境和用眼习惯不当 就容易导致近视 为了预防近视 还是应该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 试度安排用眼时间 并增加户外活动时间 近距离用眼半小时 就休息十分钟 并且安排每天两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 保护好自己的视力健康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